Hello 大家好 我叫Raymond 是在加拿大土圣土長的華裔加拿大人 為什麼我今天來到廣州土著頻道呢? 因為我爸爸和廣州土著頻道的主播是老友 我現在就遇到了左右圍欄的問題 而每一天廣州土著頻道都好像有幾千人來看 所以就想問問大家 聽聽大家的意見 事情是這樣的 我今年6月12日在加拿大的話鐵路大學畢業 6月13日我就飛到美國紐約 和我媽媽一家人住在一起 地點就是美國紐約的布魯克林 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土著土著華裔加拿大人會說粵語? 沒錯 我會說三種語言 英文是最流利 我會聽會說粵語和國語 和我媽媽一家人住在一起真的很省錢 我除了照顧自己的伙食費之外 其他費用一分錢都不用給 也就是說不用交給電 不用交房租 很快樂 我就在紐約的曼克林找到一份工程師的工作 9月份就9月初就上班了 但是每天上班 在布魯克林和曼克林之間內回 每天的通行時間 基本上都是三個多小時到四個小時 非常消耗我的體力和精力 我自己本身上就是想把時間和精力放在工作上 希望能夠得到公司的欣賞 亦都希望能夠快速地能夠出成績 可以站穩腳筋 可以省職 可以加薪 所以準備在曼克頓做一個studio 阿麻一聽就當然很生氣 他就說我不懂得省錢 他還舉了個例子 阿大高和大高掌 每天都是這樣通行的 都是三四小時 人家都可以了 為什麼你年輕人又不行呢? 聽起來就似乎也很有道理 但是其實我心中還有一個小秘密 到目前為止 我有七個同學 都是在加拿大或鐵路大學畢業的 都在美國的樓宇找到了工作 所以我們這幾個人每逢周末 都會出來逛逛逛逛逛逛去酒吧喝酒娛樂 和阿嫲一家人住在一起時 一到了9點10點11點 阿嫲的電話、短訊 嘩,好像打炸機,那樣不斷散熱 吹著我回去 當然阿嫲好心 因為美國地區的確安全有問題 我安全出問題不斷吹著我回去 但是我又覺得好煩 这个也是我自己想单独租出来住的原因之一 当然住在阿嬷那里每个月都省了很多钱 但是如果单独租出来的话 确实资金等由火力很贵 每个月至少三千元的了 我最近碰到一位学长 他也是加拿大或铁路大学毕业的 他已经来纽约工作了两年 他是这样跟我说的 他说省钱是好事但是有些钱是不能够省的 今天不省钱是为了毕业赚这么多的钱 听他这样一说又很有道理 阿嬷说得有道理 他又说得有道理 那谁更加有道理呢 你一条视频做到这里 我突然间心中觉得 我已经有一种坚定的想法 不过在我下定他心之前 我仍然很想听一下大家的讲法 如果各位朋友能够在下面的评论区里面 提出你们的想法 你们的建议 我真是不性感激 谢谢 请不吝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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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